關於國學上面 生命 生活上面的認知 我看他的那個臉書裡面 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說 苦賴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宗教不是 微小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宗教不是 關於宗教之間的起見 他認為佛教徒不是把基督教變成 基督教徒變成一個佛教徒 而是應該要把基督教徒變成一個 更好的基督教徒 我剛剛跟宗院長在樓下聊天 聊到這個部分 從這裡我看到的是一個何等寬容 何等宏大的一個氣度 所以我覺得蔡先生應該是一個 生活上極度有智慧的人 那我想要稍微談一下 做一家書店的一件事情 我本來不是陳毅的公司上班的 然後有一段時間 附入了何必加吉巴黎 203號 199號 不小心跑去那邊上了一下班 可是做書店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一個很大的夢想 那這蔡娘這個是一條冷淹稀草的空土 但是可能會走起來有點孤單 可是我相信他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空氣 那我一直覺得分享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可以做很好的分享 其實我的好朋友蔡先生來做分享 那一樣像三樓那一邊 我也把我公司 將近兩千本的一些關於美學的書 設計的書 帶來這邊給大家看 那是只看不賣的 我希望能夠提供一種 設計美學的一個分享 那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認為每一個人在回歸福利的方式 是有他的一個方式 那這是我回歸 我這個 我要在這裡生活到死的地方 的一種回歸的方式 今天早已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家八早溪旁邊的芒花開了 可是出來飛機還是很熱 那季節 事件事氣如此的紛亂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一顆 一直很安定的心 那我覺得今天 我們應該會有一個很棒的 應該是一個初秋夏午的想念 那我跟蔡先生說 因為書店經營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付不起交通費 我也付不起眼鏡費 那所以呢 她很爽快的就答應我 所以她CAMING很高 所以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她的 那我就送送書好了 送換一個 我覺得最近我看到很不錯的書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太喇叭跟教宗的對話 這個是充滿了 充滿了 充滿了 這一個之間 無限的喜悅 她說 這本書是 最後一次相遇 我們只拍喜悅 所以我在想 每一次的相遇 都是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那很高興今天 大家 都到我們小站來做課 那我就不如說了 把麥克風交給我們 蔡先生 謝謝 謝謝